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怎么能撑起一个家 你总是看不起我 一直高高在上地教育我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都特别压抑 这样和你在一起太累了 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努力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还是这样幼稚 不求上见 咱们俩可能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有请 这对情侣有请 小黄24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有请 小杨24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有请小杨 有请 谈了三年脾气好爆吧 我觉得我不太爆 平常嘛 她脾气真的太大了 比如啊 有一次早上就是起床啊 她叫我去遛狗 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我肯定困 我就不想起来 她的衣角就把我从窗上给踹下去了 她的在那笑我呀 她说 哎呀 你个大男的 咋跟个指似的 你碰就坏 那我当时我没用多大筋呢 那你掉地下来你都缓半天 没用多大筋 我一个一百七十斤的 一个大男的 那你可以一脚给我从窗上踹下去 那我要招呼你 你就立马起来了呢 我都不至于踹你 你也不至于疼了吗 那你非得让我溜去 你自己养的狗 你干嘛非得让我去呀 我在你眼里 还不如一条狗重要是吧 为什么你不自己溜啊 因为我当时我也懒得起 你也懒得起 这是个实话 所以你大懒之小懒妹 也就这一次吧 还有一次 我们两个一起上兼职 我因为点事扣了点工资 他到家之后 他就开始跟我吵 他都说你这个人真废物 你个大男人 什么事你都干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吵架 一般都是他比较强势 他说我我听着 我也不敢还嘴呀 我也怕惹到他 他可倒好 他就直接会说 那你还不搭理我是吧 他这回脾气直接上来了 他就出去了 我还以为就是完事了 那他就不说我了 谁知道呢 他出去拿了个棍进来 就是我家晾衣服的那个 晾衣棍 他就拿进来了 他拿着就要打我 因为他上班 你说你自个吊儿郎当的 以后你怎么养活一个家人 这个怪他招惹你对吧 我跟他说话 就第一个套着 他也不打理我 我就脾气就伤来了 然后你就会动手是吧 都是我们两个 一起在外面吃饭 比如说都是他想吃虾 我没有及时给他包够 他就骂我 因为看着我姐妹包 那我还不骂他 不是 那你怎么不自己包呢 我从小我就不自我包侠爷 就是我们家人给我包啊 我现在我长大跟他搞得像 我就得自己包嘛 所以你会骂他什么呢 我骂他你怎么这么半天 还包不好一个侠爷 你还接着包 我害怕他呀 不是 我也不敢还嘴 我的妈呀 你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 他主要是皮真的太大 当初骂你骂得最厉害一次 能骂成什么样 骂得我就是站在那里哭 那你也不说你自己爱哭 我说两句你都哭了 那你不看看当时那么多人 我一个大门内不给我留面子 谁不委屈啊 那你没办好事 你还有啥面子呀 他干了什么坏事了 能当初把他骂哭 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吧 然后他在那儿烤肉 我在那儿看着手机 他上个厕所 三八小时之后都烤糊了 刚刚我回来就说他两句 他就拍桌子上 我又怎么了 我又怎么了 不是 他去上厕所 你翻肉啊 我当时没注意 我也不知道他上厕所 我就在那儿打游戏呢 哎呀 你还不跑啊 你还存活了三年在他手底下 就是我们两个 一起经历的太多了 分孩子话也有点舍不得 哎呀 我的妈呀 他有那么糟糕吗 不是 我跟你讲了吗 都是毛病 他还不爱洗澡 他一两周洗一会 到身上都抽来 本来现在嘴子的院都短缺 我这不是不公献吗 他 行不行 他还在网上加什么 假如什么那个省钱大法组 哎 这是我给大家 都是带上来的四张图 他在他那个讨论图里面吗 不是 居然间 我们家拖鞋也坏了 他那拖鞋 他都使我那个商势的时候 那个用了个订出器 给鞋也订上来 第二个是那个橡皮筋 我跟他说 咱们在网上买几个 砸头发的这个吧 他跟我说 买啥买的 好几块钱一个 我给你整几个 第二天用我打底裤 上面不是有松紧袋吗 我做成皮筋的 第三个图是 我们家那个洗发水 这不管是洗发水 洗面奶呀 沐浴露 全部都用剪刀剪出来 扣出来再抹一遍 完了扣完了还不够呢 还得用水再拴着一遍 除墨在嚼脑子上 第四个是 同样是紫菜鸡蛋糖来 每回都买一个 冬起来是面我给你做 就是冬起来 它那个鸡蛋不就是一包壳 就可以包完整了吗 然后他就用那个剪刀 把这个鸡蛋搅上散瓣 然后用紫菜一泡的 都这一个鸡蛋 可以分三回吃来 倒是姐姐 这叫会过日子 知道吗 那你这么抠着搜索 那你自己赚多少钱了 人家都越抠越咱钱 你这越抠越没钱 钱呢 她拔着呢 她总说欠在我这儿拔着 我这儿一点钱没有 顶多都对我俩上整班 挣得还没有扣得多呢 一回都 牛市的工资 她得扣五市下去 往后四十块钱交给我 她都说 这钱都在我手拔着呢 最受不了的就是 她总拿我跟她 前男友都对比 说她前男友对她有多好 我说虽然我现在 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 都给你吧 你是精神上给过啥的 还是估值上给过啥的 你总是把你最好的 都给我了 你给我最好的 都是你的坏脾气吧 那你就觉得 你自己哪做的都对 那我问问你 上午你跟我妈 我们逛商场呢 我都说了你两句 你看看你当时 你还跟我说这个 我跟她妈妈 还有她 我们三个一起去逛商场 她妈妈当时 就是想买一个冰箱 我们三个就去看呢 那个冰箱要一万多块钱 当时她在那 当着她妈妈面啊 嘲笑我说 说我没见过一万块钱 说我一辈子 也挣不了几个一万块钱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说我一辈子 我手也没挣住过几万块钱 没点见过一万块钱 这不是你说的吗 那当时你妈妈在那呢 你没必要当着她 那么面那么侮辱我吧 那我也是开玩笑的 我也没故意说呀 是 你开玩笑 你考虑过我们 侮辱我也都算了啊 你还侮辱过我们家 我咋侮辱你们家呢 我让我妈妈帮我办了一张手机卡 我妈妈就是办错了 办成只能用流量 没法打电话的手机卡 因为那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是上班了 那个卡我妈妈用快递 给我邮过来了 办错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就问呢 我就跟老板请了十分钟的假吧 我就出去给我妈妈打电话 她可倒好 她可出来了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她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你请十分钟假的 你咋办她打理一个钥匙的吧 人家老板说 哎 你对样的害不进来呢 你这班还上不上来 我说我出去 我说我说着她去 我一出去她在那磨叽两句 她妈跟她磨叽两句 一直在磨叽呢 我说你知不知道咱俩上班呢 她说我跟我妈打电话呢 你知不知道 你不会想到这首话 都是啊 我跟我妈打电话呢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当着我妈妈说我 你知不知道咱俩上班呢 那你最后说的那句话 啥意思啊 我这么废话总算是找出根了 你是说我呢 是说我妈呢 那最起码你尊重老人呢 你尊重了吗 行 还有让你能够 直起腰杆的事 就是妈妈 但是也仅限于嘴头吧 这全场第一次听她 还能硬气点 现在你们打算干嘛呀 歇一段时间要开店是吧 对 怎么开反本钱呢 她一直知道 我们家俩人够开个店 忘了她跟我说的 好 你这不都是啃老吗 我说我们家愿意给我开个店 放租你探一半都中了 我说其他都我出 她说你知道我们家没钱 还让我们家出 你这明摆着敲不起我呢 我早就跟她说了 我不想开店 你每天都拿这事来压我 来烦我 一千多亚咋回话 说咱们油钱都开个店 紧一条店 哎 这快上来了 你这又不点人开了 那我现在不都 你这是想一出事一出呗 我不都想通过我自个儿努力 不想靠家人吗 你这不都是啃老的行为吗 我们家是主动给我的 想到了未来有个保障 你真的说我是啃老的 所以今天来干嘛呀 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我就是想让她改了她 这个把我脾气 脾气可咋改呢 你的脾气能改吗 我的脾气能改 我除了就 我就是有一点倔 你幼稚吧 你还好意思说你倔呢 所以呢 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今天男生来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 要改脾气是吧 对 女生来是为什么呀 就是我想让她改 就是她那个幼稚 不成熟的这方面 她的幼稚是在于哪呢 就比如说 她就是背着我 买了一部新手机 这事我不知道 不知道吧 有会洗澡的时候吧 她拿走手机的 她可能把这个手机 撂整到旁边了 然后我一看 我就做不成谁的手机 我当时忘了 她还没上锁 我一解就解开了 解开了之后吧 我都看到 一共都几个好友没信 一个是那个她姐 一个是她朋友 因为我俩吵架吧 她不希望我跟我朋友说 我也不希望我家人说 她倒好 背着我买了个新手机 我俩一吵架 她得先跟她朋友 跟她姐姐说 是挺幼稚的 生活在一起 买新手机能藏得住啊 那我总需要一个床口 来排解我自己吧 我自己生气了 我不敢往她身上撒呢 我就不能跟周围人说说 再说了我受委屈 跟我姐说的咋了 那我受委屈 我咋没跟我们家说 我还是独生女呢 有一会咋吵架 我跟我们朋友说了 你都万万不乐意 我不后来也改了吗 你说一回我不都改了吗 我都没有第二会 但他们说了 这你一刻倒好嘞 只要家丑不可怕一样的 把你啥都说 你感觉你受过委屈 不一直都是我的受委屈吗 你受委屈 那你想找个窗口排鞋 那你跟你前女友排鞋啥呀 他跟他前女友 不光吐槽我 完了我过省日了吧 他想给我买礼物 问他前女友 我都躺在旁边 他都不问我 他都问他前女友 你们女生都喜欢啥呀 咋搞得像的时候 我都送过你啥呀 他都跟人家说这个 你咋不问我 自个儿到底喜欢啥呀 那我周围不都认识 这么一个通灵女孩吗 不就认识前女友吗 但是我来 我跟他聊一下 就是为了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们女孩喜欢什么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前女友喜欢的 都是我不喜欢的 他说不喜欢的 都是我喜欢的 你还有啥想问他的吗 还是得问呢 说你不喜欢什么呀 就行了呀 就问出来呀 他说我为什么不问他 你觉得说 我可能会问他吗 我一问他 他就会说 哎呀你还能买得起礼物 他说你个大男子 你都没脑蛙子 你不知道送女孩什么礼物 你说这样 我怎么敢问他 他的稿就想搞三点多了 那你不知道我喜欢啥 你还至于去问你前女友 你都这么不了解我 那起码你可以在 那个快手抖音上 看看那礼物嘛 毕业男朋友送女朋友啥 你非得问你前女友去 你前女友去 这么了解我 哎呀 吵得我头之晕 年纪轻轻的 生活就变得这么的庸俗啊 你要什么样的男人 你为什么老否定他呀 为什么老对他那个态度啊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 他那些错误的时候 他就从来就不敢 那你喜欢他吗 喜欢 你喜欢那个男人什么呀 因为你训得服他 是吧 因为我俩一开始搞得像的时候 他就是对我百般就是宠爱 他现在不也是对你百般宠爱吗 可是那个时候他小啊 现在大了啊 现在就是一点上进心就没有 我就没有感觉到 他想跟我有未来 对啊 那他那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 你也没把他教育好吗 那你们吵什么呀 你喜欢他吗 还有点喜欢 那喜欢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男人对吧 天天被一个女人羞辱着 然后还不离开 那你图什么呀 虽然他就是这么百般羞辱我嘛 但是在外面他是真的向着我 比如说我上班 老板让我干活嘛 我没有干好 老板就在那骂我 他就会向着我说话 就去跟老板起冲突 就是他的撒泼不仅对你撒 他可以为了你跟任何人撒泼 对 是吧 这大概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他也没什么要好改的了 两个人描述的虽然凌乱 但是大体上面听清楚 女生解决所有 在跟男生的互动模式当中 女生解决所有争端的方式 就是骂 羞辱到最后 对吧 但是两个人还能好三年 还想一直好下去是吧 行了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老想用爱情去改变对方 到现在为止 我们基本上没见过 被爱情改变的对方 只有被爱情改变的自己 就你们对爱情的期许 是有问题的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它来改变 对不对 你希望爱情能达到这个作用 不现实的 你也希望它能够因为爱情变得上进 对吧 那是你期望 爱情没这功效 爱情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哪一天你自己认识到说 我对他的打骂是不对的 我改变 他自己意识到说 我给予你的责任 对家庭的义务是不够的 我自己改变 才可以 所以不要有过往的期望 否则你就像现在的这种状态 你认为它是个废物 一无是处 但是你又不离开它 怎么的 你是废品收购站吗 显然不是 你也是一样 它在你心里 你对它的依赖 就是对母亲的依赖 它为你出头 对吧 但你又希望说 你在外面为我出完头 回家 你又得小鸟依人 这怎么可能 当你自己没有成长为 一个合格的男人 有个男人样的时候 他 就是 女强人的 因为你弱 不是因为他强 你们俩呢 说老实话 一个 湖配一个盖 其实呢 挺配的 你也离不开他 你也再也找不到 这样让你愉悦的男人 自己 想清楚 好好的 继续的 互相折磨的过下去 好吧 就这样 谢谢周老师 来 寇老师 这位女生 前男友是什么样的 我前男友就是一个比较顺着我 就是他比我要大几岁 然后就是我就是什么 就一直他 他会教我人情世故的那种人 那你的前男友肯定不是个你眼中的废物对吧 嗯 怎么就处不下去了 当时是 就是我跟我俩搞的当时有点吵架 然后他在那个外地 然后当时吧 那段时间对我真的是特别好 最后的时候还是就选择了他 就就跟那个对象分了 那我就问你一个真心话了 你会后悔做这个选择吗 也后悔过 但是我就是 你现在后悔吗 实话告诉我 有点吧 那我就想问问男生 你会跟前女友告状说 现女友对你又打又骂吗 你除了跟姐姐告状之外 你会跟前女友告状吗 会 那你希望前女友跟你说什么呀 心疼你 给你拍拍 还是说哎呀 还是我比较好 他怎么回应的 就是我前女友就会回应 就是让我顺着他 如何去哄他 完全没有任何意思 是要救你出口海是吧 对 你前男友有任何要复合的意思吗 有 虽然我跟就是我现在跟他不好了 但是我当初已经最后选择了 就是我如果现在跟他分了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是吗 对 他们俩真像 长得有点像 体型有点像 讲话的方式有点像 连逻辑都很像 我觉得你们两个最像的都是 自以为是被害者 其实在做加害对方的行为 而且你们真心相信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 是比较吃亏的那一个 但是你们展现于情感里的表现却是 分分钟都有可能是在陷对方于不义 我想先跟男生说 你一定觉得你好可怜好委屈 老是被骂被踹被打被骂 被说废物被羞辱 但是我要说 如果他一次两次这样对你 我会觉得你被欺负了 但如果一年两年三年你还在这 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 我们被人家打了 没有还手第一次叫修养 如果被打了三年 那叫做自取其辱 他不尊重你 是啊我们都看得很明白了 但你也没尊重自己吧 你一天到晚看起来 感觉上就是让人家打你打你 骂你骂你 你装装件件 女生不喜欢你不洗澡 你就不洗澡 不喜欢你跟前女友去联络 你就联络 不喜欢你去告状 你就告状 我这样说好吧 你除了希望他改变脾气之外 你自己本人是不改变的 而你不改变的这些事情 可能正是把他逼成一个 来不来就要打冒你的对象 他现在这个不尊重别人的样子 有一半你要负起责任 因为这三年我认为你们是互相影响的 好 所以除非 你不要继续做 几位老师口中那个 把女友当妈一样依赖的 希望他出去呢 帮你出头的那个男人 你如果继续这么弱 那么不好意思 你的前女友也没有想把你捡回去的意思 下一任女友想救你出湖海的人 可能也还没出生 那么你就只好继续呢 要不继续忍受 要不有一天你终于明白了 被打不是一个爱情里必备的条件 然后你能够转身离开 那至于女生 你知道我一开始会非常想跟你讲一件比较残酷的事情 就是好好珍惜它吧 人生难得遇到一个这么被羞辱都不跑的男人 虽然我觉得这不正常也不应该 但是把现在的你 原汁原味原本本的送还给你的前男友 他也不见得感受 换下一个男人 也不见得会这么没有脊梁骨的让你在公众羞辱 因为羞辱本就不该是恋爱的一部分 所以你俩的谈恋爱方法大错特错 你们要嘛今天的痛定思痛 给我想清楚了 是这个人不对还是方法不对 还有要不然就拜托你们 两个就继续交往 也别害到别人了好吗 谢谢考老师 三大老师 姑娘 我就为你一句话 他爸他妈把他养这么大 你凭什么打他 家庭条件不好是值得被嘲笑的事吗 你们家用一万多块钱的冰箱怎么了 交出你这样的姑娘啊 二十四岁 一个花样年纪的一个姑娘 站在这儿 大言不惭地说她什么蠢 说她懒 你有羞耻心吗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面镜子 她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所以你羞辱她的时候 就是在羞辱你自己 一个没家教一个没骨气 穷不可怕 又懒又穷最可怕 你全占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别嫌人家说你 找着根那句话 都已经这么这么羞辱你了 你居然还能忍下去 活该 自找的 我唯一的希望是 两个年轻人 二十四岁 咱们好好地面对生活 其他没有更高的要求了 因为你们就是这样的人 没办法 谢谢珊娜老师 路齐老师 你们没有是非观 就打比方你吧 你说你我要求人上镜 没问题 你怎么对我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我对你严格一点 也没问题 说我要监督你 让你好好学习 更没问题 刷下去动手 我问你 家暴是不是不对 是 如果有人被你家暴 是不是也是不对 这不管这个人是为什么 当着众人的面 斥责 辱骂 甚至辱及对方的家长 你也是 别人对你 激励是对的 动手打你对吗 不对 是非在哪呢 面对是非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我们 我在这个世界上学到的第一课 我觉得最简单的第一课 就是生而平等 不会因为他人家穷 你就高人一等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感情肯定有 这个我非常清楚 问题在于 你们这种感情是 通过负面情绪 所支撑和维系的 我每一个人 心里面要有一个 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 我从来不认为 节俭是错的 你 你那个拖鞋 拿定书记定下 我觉得特别好 真的 姑娘 要我看那个定书记定下 特别好 这是情趣 这是生活情趣 这说明你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这个样子 而你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另一个样子 当你们两个人 对于未来的向往 完全走偏了的时候 你们选择的不是分手 你们选择的是 让自己变成一个 手里拿满武器的恶魔 想要吞噬对方 或者想要纠缠对方 这才是问题所在 所以我觉得你们 不要去想着改变对方 你们先救救自己 救救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的内心 都是一团混沌的话 那请问还有什么爱不可言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两位分手 虽然分手之后 已经你们俩现在的这个 可能都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但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成长 还是分开吧 如果你们绑在一起 更没有希望 下面更可怕的是 你们结婚 你们生子 你们怎么去教育孩子 不能在一起 完全没有底线 你们彼此珍重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两个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刚才主持人跟老师们说的 我也都能听进去 我就是真的是 不是很想分开 我也就是能改 我回去我也会好好反思自己 就是我希望 咱俩就是能互相能够改 就是还能继续能在一起 回家我一定会好好改善我的脆脾气 还有就是我这个姐姐 我也不会这么依赖你呢 就是拿点大男子汉的气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那我特别害怕的就是 他们两个还照走出来 这门不能不开是吧 不是 那他们出来是他们的选择嘛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看这些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改不改是你们的事 别着急结婚 别着急生娃 千万千万 你们俩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吧 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 请亮灯 请回吧 心里面特别沉重是吧 就这压根不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说 他们因为脾气不好 他们吵架 他们怂气 根本不是 这个让你看到了生活当中 最不该出现的那一面 攻击 消极 懒惰 推误 低自尊 多可怕 但是既然他们选择在一起 那就祝他们幸福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 他开甜品店就像无底洞一样 不断往里投钱 而且还没有起色 创专业哪有一帆分顺的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 像我之前的小店一样 他现在变得吝啬又自私 种种行为我已经受够了 我觉得他需要理解和信任我 在我创业的阶段 需要做好我的辅助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颜24岁来自山西 甜品店老板 有请小颜 小赵24岁来自山西 有请小赵有请 欢迎老妹 怎么样现在买买 马马虎虎吧 同行也特别多 竞争力比较大 其实没有值钱 所以今天女生要来的目的 并不单纯是吧 对 我今天来就想问她一句 你到底是要你的甜品店 还是要我 我觉得我的甜品店还有 你其实没有那么冲突呀 为什么非要 两者之间要舍弃一个呢 对 为啥 她就总是这样 就只考虑她自己的感受 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 我们认识的时候 就是在她的甜品店 当时是我的朋友 叫我过去玩 然后就带我去了她的甜品店 然后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然后聊着聊着 就是觉得挺聊得来的 不是 怎么就跟甜品店的人 就聊着聊着就聊得来了呢 我太好奇这个 就是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喝咖啡啊 品尝甜品这种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最后 女顾客喜欢上了男老板 刚开始的话 她对我还挺好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她开了一个大店以后 没有时间陪伴我 啥意思 是这样的 主持人 我跟她认识的时候 我是经营了一家 比较小的一个店边 那时候生意还可以嘛 当然也正好有契机 换一个大点的店 然后换大店之后 可能生意不好也想是自己 想亲力亲为 时间上呀 可能对她没有 之前那么好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扩充买卖 精力投入更多一些 有啥呀 其实我当时 她开这个大店的时候 我特别反对 因为她第一个店 可能就是开得比较好 但是第二个店 不一定会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 这是她的买卖 她的生意 她愿意怎么开怎么开 跟你有关系吗 一个女生嘛 我就希望她陪着我 或者就是能赚到钱 但是她一头都没有赚 就觉得我 所以说她要很忙 赚到钱也OK 对 就起码要赚一头吧 生意特别不好 现在真的就是可能 就是刚刚够运转吧 也就是这样 还有外债吗 当时开大的时候 就是问朋友借了一点 其实做买卖 都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吗 我就是希望她能 多理解理解我的一些 这有啥不能理解的呀 我也是有理解过她的 但是后来她就是 痴迷于做这个东西 就是我怎么说 她都不听我的意见 啥意思呢 我记得就是 有一次我们七夕节嘛 她店里特别忙 那天她正好接了个活动 我是兼职 当代课老师的嘛 只有周六日上课 然后平时也没事 然后那天我就说 正好我也没事 我去帮你的忙吧 多好 那天的话就是 我一直就是在后厨 帮她洗洗盘子啊 刷刷杯子什么的 最生气的点 不是说我帮她怎么的 我最生气的点 是我忙了一整天 她连句谢谢 都没有跟我说过 主要是 很长时间没有声音了 好不容易说 七夕节接了个这种活动 想用心一点 然后把它弄好 就可能比较忙嘛 忽略了一下她的感受 而且当时忙得挺晚的 挺累的 就忽略这两点 我觉得这些事情 能理解一下吗 还是年轻啊 没有那么丰富的 这个人生阅历 她顾及不到 我想正常情况下 大概点个蜡烛 两个人自己在这 忙碌了一天的店里面 吃一个甜品 可能对你来说也就 对 你是把她当内人了 对吧 对 你也没把她当外人 所以现在她们恋爱 谈得就这样 女孩就把自己 当成内人了 对不对 你投资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那儿行啊 男孩有的时候 可再反抗 同时也当嘛 还有什么呀 这还好 这就是年轻啊 她不可能那么面面俱到 还有一次就是 当时我们出去旅游 就是当时说好 要去西双坂呢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然后我就问她 就说你去不去 她说她陪我去 然后我那几天还认真地 去做了攻略 很详细的 然后最后临走了 买机票了 她跟我说她不去了 当时我以为 她就是开了一个玩意 因为那时候店也刚开 她说她想去西双坂那边玩 然后我当时怕她闹嘛 我就说先答应一下 然后最后再说 没想到她这么快 她就把这个东西就弄好了 说要走 但是没有去 我还是带她说是 去周边的城市玩了一下 那是玩吗 就是当时我们去了 那个大同去玩嘛 到了大同的时候 大概是中午11点12点了 然后我们吃了个中午饭 我就想着说下午说 她肯定就会带我去玩呀 什么的 结果她直接带我 走进了一家甜品店 然后她跟那个老板就 就坐那儿就聊得没完没了 一聊五四五个小时 然后把我扔在一边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边 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当时啥 当时我们吃完饭之后 旁边有一个那种甜品店吧 然后她在网上也是比较火 知不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我没有说对不起 没有 她没有说过对不起 之后还有一件 我特别忍不了的事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了 要去做手术 虽然说是个不大的手术吧 但是起码也叫手术对吧 然后我就一个人去 那道理是个什么手术啊 就是关于胃的一个微疮手术 长了个小膝肉 特别难受 然后我叫她来陪我 她还说要看店 没有办法来陪我 我就当时一个人输液什么的 就越想越难过 白天开店嘛 然后没有时间 我晚上就是关了门之后 我就回去看她呀 你有没有想过 你晚上来看我 医院都不让探视了好吧 你来看谁呀 那没有办法 那你就不能多理解 行吗 那要是关了门之后 那店要不开关了门 那每天都是有房租 有水电还得 那都是钱呀 那都打水漂了对不对 就浪费掉了 你也知道浪费钱 那当时为什么 我阻止你开这个店的时候 你就是不停 那不是想 就是开起来之后 要多振一点之后 之后咱俩生活 可能过得更富裕一点呀 那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一天不如一天 慢慢就变好了 你觉得这小子变了吗 生活咱先不说 肯定开个大店有压力嘛 慢慢来 这小子变了吗 我觉得他变了 对我就是越来越不上心 然后对我越来越口怂 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 就是我跟他说我过生日了 然后我看他最近 在看一些鲜花啊 什么礼品什么的 我以为那些都是送给我的 我就满怀期待 结果呢 花是来了 都是给我的 我得到的是一个 别人不要的烂蛋糕 啥意思啊 就是他因为想给店里面 做一个宣传什么的 然后就买了花 是买给店里的 当时有个顾客就是说 因为有点事要走了 本来订好的蛋糕不要了 就小甜品不要了 然后他就说 把那个甜品就让我吃了 就当做生日蛋糕给我吃了 咱们都也在一起 挺长时间了吧 这种东西就昙花一线的东西 然后一点不实在 对不对 然后 所以说你只在乎 你自己的感受 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那也最近嘛 生日时候有蛋糕呀 我觉得也挺好的 吃上了最近嘛 是 别人不要的蛋糕 哎呀 不要反复强调 是不是别人要的嘛 是吧 我自己不会买嘛 那你买的浪费钱了 自己是做这个的 然后自己有 这就是你的误区 是吧 你到外面买一个 他就觉得好 对不对 要有仪式感 还有啥 还有就是 有一次逛商场嘛 然后我看到一件 特别漂亮的衣服 然后我就特别想买 然后我就问他说 哎 你觉得好不好看呀 然后他就一直说 不好看不好看 我说为什么不好看呀 他就跟我说不知道 他就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那不好看就是感觉嘛 最后 重点是 最后我结了账出来了 他跟我说 我为什么觉得不好看呢 因为它太贵了 那是个理由啊 我就觉得我不花他的钱 他要说这说那的 确实那一件裙子嘛 就是那么挺贵的 然后七八百块钱 那段时间本来也不富裕 是不是 像我平时买衣服 都是一百块钱三件 这种就能穿就行了 是 是 理解 理解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你都觉得浪费钱 你为什么一直要沉迷于 做这个甜品店 它是因为这个店 它有它的希望 但是我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就是你的感受不好对吧 对 那还有什么变化吗 没做过再过分的事了吧 特别过分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它打足以打到我父母身上来了 它就掉前眼里了 啥意思 就是我父母当时 不和他一个同一个城市嘛 然后当时父母也知道 他的存在 然后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然后我就不顾父母的反对 就来到他的城市 然后陪着他 然后找了个兼职 每天就是有事的时候 就去上班 没事的话就过去帮帮忙什么的 父母也觉得好长时间 没有见我了嘛 过来看看我顺便了解一下 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就去他店里 就是做了话 是 他当时挺热情地 接待了我的父母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我父母走的时候 他跟我父母说了一句 叔叔阿姨办张会员卡吧 因为当时店里面是想 再做点宣传什么的 然后也比较紧张 所以说他的父母 能不能支持一下 他说店里挣了钱 这我不都花你身上了吗 不是 你不应该送一张卡 给叔叔阿姨吗 叔叔阿姨 给我们的会员卡 办一张卡没多少 你真是急疯了 你臭小子 可能那个时候确实有点急 然后压力大 压力大 你当时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在我父母面前说这样的话 你父母啥意思 父母最后就是不同意 让我跟他在一起了 就为一张会员卡 对 你看他那个确实有那个 做那个甜品店 或者是那种 那种老板那个样 反正跟人都随随和和的 嘴一只张着微笑着 应该心里面对他也有抱怨吗 有 那次就是啥 就是我在店里面嘛 然后突然有两个男的就过来 就说你是不是店要转租呀 或者转让的 我说没有呀 就是你们听谁说的 然后回去了我就跟他说 然后他再跟我讲说 他把我那个店啊 这个信息啥的 就放在那个房产中介 然后就是让他们给我 就是盘出去这种的 电视我开的 我做主意 然后你就伤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给我弄出去 我觉得其实挺愤怒的当时 就因为这个事情 还吵了一架这种 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 我怎么没有考虑你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 越陷越深了你知道吗 就你就离手 你说你天天 你天天钱挣不着 然后欠一屁股债 你朋友每天在你背后追着 问你要钱 你舒服吗 慢慢来呗 你觉得舒服 我觉得不舒服你知道吗 你就告诉我一句 你到底要你的甜品店 还是要我 就我想两个都要 就是再说了 你就算我不开店 然后我自己出去 就是给别人干活打工 肯定没有说 自己当老板说出来好听 他帮你帮得多吗 帮我挺多的 其实快成夫妻店了吧这种 所以人家女孩觉得 我有权利去把她捣腾出去 除了这个对她没有抱怨了吧 觉得都不错吧 其实都挺好 她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她的性格 还是比较强势 就是我比较干嘛 我一般都听她的这种 这是唯一你不听她的事 就是这个事 对对 因为这也是 我一直的一个 算是梦想吧 也就是自己的事业 我也付出很多心绪 我就说不想就是底下就放弃掉 所以你开甜品店是你 就是有一段时期以来 特别想做的一件事 对对对 那在你的心里 这个甜品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达到了吗 肯定有一些不满意的 这样有一些遗憾嘛 就是但是总归上还说 还是可以的 钱挣得少点 样子是你想要的 是吧 对 所以那个甜品店对她来说 不是一间甜品店 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如果她就选择了店 你真走吗 走 真走啊 听着其实还 我也不知道对错啊 因为站在姑娘的立场来说 没毛病 我谈恋爱嘛 我希望那个人积极向上 乐观一切 顺顺当当的 谁也不愿意说 我一定要跟你苦难去 对不对 而且我不是嫌弃你怎么样 只是在理想的层面上来说 我们俩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觉得你没错啊 但我站在小伙子层面 我也觉得挺对的呀 我就这么一个理想 我现在就碰到一点困难 你爱我 你不能跟我共度一个困难期吗 是这么想的吧 对 是的 所以这个事就僵在这儿了 咋整 就靠你们四位的智慧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阅 小颜小赵 你们俩还是分手了吧 这个分手没有对与错 就是你们不是合适的对方 南方 我们现在是处于 自主创业这样的一个阶段 创业的路上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现在遇到的还是小问题 但是很显然 小赵对自己另一半的这种状态 你是不接受的 你需要的是一个 稳稳当当 安安稳稳的伴侣 一份可能挣得不多 但是比较稳定的收入 这也没有对错 所以分开是对大家 最好的一种解脱 小颜呢 你去找一个 赢能陪你君临天下 输能陪你东山再起的人 我们小赵呢 你可以去找一个 朝九晚五 平平安安牵着你的手 相伴一生的人 平平淡淡 这样挺好的 如果一定二选一 没有任何回头路的话 选哪一个啊 甜品店还是他 我选他 听到这个答案 心情有好一点吗 没有 并没有 我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 你让他不做甜品店之后 做什么你觉得满意啊 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嘛 例如 公务员啊什么的 大概月收入多少钱 然后呢生活作息是怎么样 你想象中的这一个 安定跟稳定是什么样的呀 就大概一个月 也有四五千的工资吧 然后就是 朝九晚五 占一头吧 我问你一件 好 占一头的事 如果甜品店不能放 另外一头是 他会懂得感谢你 对你可以呢 再上点心 怎么着呢 生日纪念日别忘了 会说谢谢你的支持 这样你能接受甜品店吗 不能 也不行 那就没得商量咯 确定当初这个遇上你的甜品店 一定必须要割舍是吧 对 那我也非常赞成 分吧 我就想告诉你 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 但是那很可能不是你选择的人生 很多人很好奇 我当初在鸟巢的这个舞台上说了一句 让现场有一半的女人哭了 另外一半女人很愤怒的话 我老公在台上呢 哽咽着感谢我的时候 我说的是 我这个女人 不买珠宝 不买名牌 不买包 我只买 我男人的梦想 我的意思很简单 我并不觉得 我投了一切或拼却一切 帮国伦完成他人生的梦想 这件事情很少 是因为 我从来就不只是为了爱情而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这叫投资 也许这样听起来不够浪漫 但是我真不是为了爱而做这件事情 爱只是其中的一个动力 但我非常清楚地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 已经计算过了 国伦有没有本事唱啊 我把他送上鸟巢 他是丢大脸了 还是震了大面子 第二 他的这个梦想实不实际 他的梦想对我有意义吗 我把他送上了鸟巢之后 他红了以后 他会抛弃我吗 这个梦想能成的可能性有多少 而且我把他回收的可能性有多少 当我计算完这一切 在脑子里滚完了之后 我判断 这个男人的梦想跟实际离得并不远 因为他真的能唱 而且他的歌多 再来 我认为我们打完了这场仗之后 我们夫妻情感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是多了信任 多了共同的回忆 让他变成了一个 更有价值的男人 这是当初我选择做的事情 但我不觉得 每个女人都要这样干 我只是告诉你 有些事情 你如果把男人跟梦想切割了 他就不再是一个你当初喜欢的那个男人了 如果你现在就很清楚你要的 不是他的梦想 也不是一个有梦想的男人 而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跟一个每天能够陪你过生日的老公 那你们要的东西已经很明确了 去找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开甜品店的女人 去找一个能够陪顶过生日的男人 我想 好 谢谢寇老师 来 来 来 山大老师 国伦老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一定是非常心疼寇老师的 太对了 黄国伦要在平常敢忘记生日 你看我给不给他办演唱会 对 就甭说做手术这事了 就稍微喊个头疼脑热 都得蹲茶倒水了 人家那边做一个手术 您都不管不过啊 你关一个小时的店 能损失多少钱呀 损失不了多少 对呀 但你这边失去的是女朋友的心呢 计划好的出游 关个两三天的店 能损失多少钱呀 你现在不也照样没生意做吗 你需要的 不是说你的女朋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无偿为你的甜品店 提供服务的员工 扣老师他们那个叫搭档 那个叫共同完成的梦想 你这个不是 你是你一个人的梦想 有一个女的陪我走就行了 她就是我的员工 还免费 不能收工资 关键最重要的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呀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当老板 总比给别人打工 说出来还好听吧 所以我现在非常怀疑 你是虚荣呢 还是梦想呢 你别把这两个搞混了啊 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 做了三百平米的店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 依然办的甜品店经营好 你是不是一个经商的人 你说开一个小店是你的梦想 那我可以换成其他店呀 书店 书吧 酒吧 是不是都是小店呢 那为什么必须是甜品呢 所以 这到底是梦想还是虚荣 还是你只是需要一个 当老板的头衔 你自己想清楚 但最起码我能看得出 你对她不上心 我没有感受到 你对她有多么上心 有多么喜欢她 多么爱她 对女生要说的就是 你们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她还是玩过家家的阶段 她这个充气量 就是个过家家 而你是真正的 想要找一个人 她是稳定的过日子 你不是过家家 所以不要和过家家的人 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就这样 谢谢 我真心觉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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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语言就在这儿 叫《乐位》 你们自己琢磨 不要强迫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亲爱的 就是我也听老师们 主持人说这么多 我也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可能 确实在前段时间 就是比较忙 然后可能疏忽了你的感受 对你可能关心没有以前多了 就是所以我之后就是会 就是我舍不得你 然后我想就是 你还能在我身边 然后一起就是拍下去 如果是真的到哪天说 他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真的会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一直就是跟你在一起 你还愿意吗 听了老师这么多话 我也觉得 我就希望你能够 有的时候能 多听听我的想法 多想一下 好吗 好吗 好 永远都不能把目的放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02 2360 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接受这个结果吗 确实有自己的很大的问题 加油吧 小子 好好开店啊 好 下次再碰到一个 喜欢的姑娘的时候 多为她做一些 好吗 谢谢您 请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秦辉 谢谢秦辉 结果看姑娘是心真的被伤透了 但凡有一点也该回来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 扫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秦云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 进入到秦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走进 爱情和相机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 以前呢 我俩几乎每天都溺在一起 但是前几个月开始 她频繁的被派去外地 长时间出差 我担心她 每天都会跟她打电话视频 但是她居然觉得我很烦 对我爱搭不理的 甚至有几次通话 全程都是我自言自语 我跟她谈过 现在的状况让我很不爽 我让她改变 要不就分手 之后她竟然总不接我电话了 我觉得她变了 但她还指责是我太黏她 我该不该分手 很显然啊 她嫌你黏她 就是她不希望你黏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别人在黏她了 祝你幸福吧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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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